我們國安的角度來講 我們不會建議總統去太平島 總口陷阱在南海地緣政治情勢 加上坐機飛航安全的兩個考量 研判520卸任前蔡總統要登上太平島 使機不移面對立委質詢 國安局長蔡明彥表現可圈可點 現在更被點名渴望留任閣員 但520之前 我們會把每天的工作都做好 敏感問題低調回應 畢竟準總統賴清德 即將在五月二十日上任 相關人事傳言不斷 就瞭解賴清德數次表態 會延續總統蔡英文執政路線 因此那個團隊變動不會太劇烈 除了過去 先守外交領域的蔡明彥 身為蔡總統國安團隊的指標要叫 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崇彥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都被鎖定 律師出身 過去還是金管會主委的他 甚至可能轉調第一線出任國防部長 而出任外交部長六年的吳釗燮 去留也備受關注 如果說有長官覺得說 我必須要再做一段時間 讓這個過度能夠更加平順的話 那我也會來做這個思考 那不論是被點名的顧立雄也好 或者是蔡明彥局長也好 他們確實都在國安的政策上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未來不管他們被擺在什麼崗位上 那必然都是這個蔡龜賴隨當中的重要人物 國防外交領域重中之重 與過去大張旗鼓的人士爭取不同 至今的內閣人士除了外見點將外 幾乎是低調再低調 不過黨內也坦言國安團隊不會有大幅調整 未來的隔魁跟成員必然是在同樣的政策方向上 那必然對於政務要有相當的熟忍 賴清德即將就任 相關徵詢想必如火如荼進行中 不過嘲笑也大 新內閣布局勢必也得獲得在野黨認同 才能穩定接報 華視新聞另外以為一致跟方普風旋中前 台報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